是誰說生命有停滯的時刻 人生就是一場長征 我是一個長跑選手 我跑過最無憾的 最熱血的 是青春的長征 五歲時母親突然遠走 不知音訊 小四時 隔代教養 最寵愛我的阿嬤 因病離世 我的父親不像父親 長年酗酒暴力想像 阿嬤過世後 阿公知道我跟父親的關係並不好 阿公惡話不說 把我接去廟裡與他同住 我仍舊記得 是阿公的鼓勵 讓我有勇氣 踏上屬於我的長征 在那之前 我從來不知道 人是如此脆弱 一路往常的程訊結束 陪伴我大半童年 與年少時光的阿公 走了 突然間 我被赤裸裸的撕裂 毫無防備 也無力抵抗 於是 我決定不再與伙伴同進退 不再與他們一同灰漢 因為我 因為我已經殘缺 那小學丹的當下 我在心中默默問著自己 當初是為了什麼 能夠堅持下來 現在 又是為了什麼 怎麼輕易 就讓夢想停擺 一個人 一生中 能有多少羈絆 那種 不僅僅局限於血脈相連的溫情 很幸運的 我遇到了 出導愛機關吧 我考上體大時 潘老師對我說 這個家 這個房間 永遠會為我保留 不要覺得有負擔 這裡 永遠會是我的支柱 我的避風港灣 師爐富 聖女富 誒 聖爐 師之愛 我用名 等身的長針 我已套出舉足輕重的步伐 我的旅程 人待征服 我的旅程 永不放弃